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口頻道 今天是2024年的5月5號 我們今天要來搶救蝴蝶蘭2405號 還有順便幫其他蝴蝶蘭 一併做處理 那我們先把簡單的蝴蝶蘭先來處理一下 我們把距離拉近點來看一下 好我們從這株蝴蝶蘭來看一下 這個之前我有自己把它切過 有沒有一點小傷口我把它切掉 為了要阻止它惡化我把它切了 切掉之後發現了這一部分 這部分有阻止 但是這一部分看起來還是 繼續惡化 所以我們準備一個乾淨的刀子 準備再繼續把它切除 那從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得到 有一個很黃的 黃色的暗線在這邊 沿著這旁邊這樣子過來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日後這邊都會枯黃掉 這邊 沒意外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先從這個地方 像這裡 這樣子弧形的切過來 那日後這邊可能會黃掉 有可能需要變成會切掉這半邊的葉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示範 那處理給各位做參考 因為有的花油可能沒看過 所以我們就當場示範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們準備一個乾淨的刀子 這個是架節刀 當然 你要火烤 在上面做消毒殺菌都可以 這個刀子呢 我磨過了 所以我覺得是還蠻乾淨的 就直接我們動刀 切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 距離你看這個黃色部分呢 大概會感覺影響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切大一點 範圍稍微大一點點切過來 你看這個之前我們切過的痕跡呢 就是 也許啦 就是可能切的時候呢 範圍切的不夠大 所以它繼續擴散感染 那這邊看起來黃黃的部分呢 日後呢 我沒意外的話 應該有可能它也會 這樣子 像我指的方向呢 往這個方向 這邊會黃掉 沒意外的話 因為看這個葉子呢 你看這邊 這是綠色的 中間就是黃色的 感覺就已經好像 好像已經擴散了 我覺得還是把這邊 這邊這半邊切掉好了 因為這邊 感覺到時候 會擴散過來的感覺 我們把這邊切掉好了 這半邊的葉子 來看 這個我們之前切過的地方有部分發黑 可是它並沒有擴散 這個還算OK 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要繼續觀察 因為我說過發黑就是一個不太好的跡象 發黑 怕它會擴散 目前是沒擴散 我們切掉之後呢 只是發黑沒擴散 那如果日後擴散的話 因為這邊比較接近金布呢 可能這個整片葉子這邊都要切掉 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這個像這種情況呢 要多留意 現在我們來換下液珠 這處無蠍藍 這邊葉片呢 之前我也挖個洞 結果看起來繼續泛黑變黃 所以表示當時挖掉並沒有阻止它惡化 來再看一下這片葉子 這片葉子呢 從這尾端開始枯黃 那很多的花油呢 一定會跟各位說 這個是正常的老化現象 但是我個人的講法都不太一樣 我的看法是 我覺得啦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蝴蝶藍呢 正常來講它應該要維持大概 像這麼大片的葉子蝴蝶藍呢 它至少要維持要有6片到8片以上 可以維持住 然後不會變黃 這個才叫正常 那我們在一般的自然環境下癢的過程中呢 有時候就會像這樣子碰到這個樣子 它從尾端就開始枯黃 什麼原因不曉得 有可能 這是我個人猜測 有可能尾端先感染 雖然這不是什麼很嚴重的病 但它可能是有尾端的細胞 產生的病變 然後呢就會開始 從尾端一直枯黃 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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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枯黃呢 估計沒有意外 大概一年 一年內左右的時間呢 整片葉子就會掉 我如果今天要阻止它惡化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拿一個刀子呢 從這邊 把它給切掉 以這個黃色黃掉的部分呢 大概感覺估計黃到這邊 所以我們大概要切掉一半 因為切掉一半呢 才可以阻止它繼續惡化 聽好 這是我的講法 當然有人說它是正常老化現象 那 如果各位花友 有一天你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你可以試著觀察 照我的方式呢把它切掉 然後再觀察看看這葉子呢 是不是可以再維持個兩三年 這是我的教法 當然不是所有人的看法都跟我一樣 我的看法呢 各位就聽一聽看一看 去嘗試嘗試 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 畢竟呢我的說法 在網路上其他的人 專業的人眼裡來說 應該沒有人跟我講同樣的話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現在我們就是把這個 葉片呢 護黃的葉片這樣這樣子 切掉 我們切多一點 因為我說過我們這樣看過去呢 感覺好像黃到這裡 我如果今天只切到這 日後這邊這部分呢 可能還會繼續黃 我要完全阻斷它變黃的話 就要多切一點點 那這部分呢 我們就做到這 接下來這三口部分呢 你要幾天內 三天內暫時先不要碰到水 不要碰到水就可以 再來 這裡 這個呢 這片葉子呢 尾端呢 也有三口 我們把尾端呢 切掉 這一部分呢 可能要畫個弧形 把這個三口的部分呢 切除 切多一點 像這種情況 其實這個葉子啊 也很有可能會這樣子折斷 風大一點的話 很有可能會折斷 那只要還有葉片存在呢 它還可以形光合作用 那日後呢 它可能會斷掉 斷掉的話就把這邊切掉就好了 這一株呢 我們就這樣處理 我們來換2405號 好 這株2405號呢 就跟之前的2404號 很雷同 那它的位置呢 就是從這金布 感覺有這邊變黑 那2404號呢 是 種卵腑病 這看起來是不像卵腑病 但是這邊這個位置 發黑了 呃 是不是種了什麼病呢 不曉得 也許有可能是昆蟲咬 對了 這株好像有被昆蟲咬到 這我有拍 手機有拍下來 到時候我再插件來 也許啦 我們猜測 也許它可能是昆蟲咬傷造成的 那之前有開花 然後呢 這花朵很早洩 我就一直覺得說 這株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發現了這個葉子呢 整個都枯黃的 然後這底下呢 這邊 不太正常的變黑 正常來講 蝴蝶藍的葉子呢 應該從尾端開始變黃 從筋部這邊開始變黃的 就是有問題的 好 現在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當場處理給各位做參考 好 我們這樣看 這個位置呢 有發黑 那我們要把這片葉子 想辦法 切乾淨 小心一點切 我要 把這片葉子整個撕開來 看這底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這樣子切 如果一個不小心 會把中心的這個葉子呢 給扯壞掉 所以要很小心 好 那這邊 發黑 我們要檢查這裡 到底 感染到什麼狀態 我要檢查清楚 看仔細 不過這個角度不太好 讓大家看 做做家 做洗碗 很容易 用逐筷 我們的人 去尋找 看 拍攝 拍攝 這個位置好像還在 還在發黑 刮補掉 把筋部這裡 處理乾淨檢查看看 看看他發黑到什麼程度 看來似乎好像已經 感染到筋部了整個這個筋部裡面 黑黑的 我看能不能 在距離再拉近一點 我看來以廣角鏡頭來說這已經是極限 我這樣子切我這樣子一直 拿刀子割割割其實 對上面的葉子來講的已經說實在的 已經有點破壞 之後呢這上面的葉子應該可能會保不住 因為我這樣子挖挖挖挖到中心好像 感覺中心一半有已經黑掉了 已經感染到 這個筋部 我們換個方式處理我們來用剪刀 我覺得 這個葉子應該是保不住 上面這片葉子保不住 我看保不住了 我這樣剪下去這邊都黑掉 不要了 給各位看一下上面都黑掉 中間有一半是黑的 那這邊也是黑的 那我們每次啊在跟各位介紹的時候呢都會說這 金布發黑都是不正常現象 一定要想辦法處理 這邊還繼續發黑 我們把它剪掉 不曉得感染到什麼程度 下面也黑 這也黑 我覺得 可能沒什麼希望 我的感覺 整個下面應該都 壞死 看起來是乾掉 看起來不是像那種黃黃的 像是乾掉的感覺 看起來這株 直接宣判死刑了 應該2405 這一株應該沒救了 我這樣子判斷應該是沒救 我們之前搶救 2403號的時候呢 2403號我們這樣剪 底下的金布還黃黃的 比較看起來比較健康一點 像那種情況呢 就會有救 如果你沒有看過 2403號的話呢 就往前看 這一株2405 做到這個地步呢 我直接宣佈它救不活 因為它已經沒有金布了 上面的一 部分都已經 發黑 連下面也乾掉 像這種情況是 絕對救不活 就算 就算它看起來有 氣根在 也救不活 給各位看一下 中心點已經發黑了 像這種就是救不活 2405呢 我們就宣判它死刑了 它應該是沒救了 那 拍這影片的過程呢 就是 給一些花友 多一些經驗 將這些經驗 傳授給一些花友 新手花友們 當 各位如果有一天 碰到類似狀況 葉片有出問題 或者金布出問題的時候呢 就會參考影片的教學去處理 當然 我們在處理過程中 不敢保證說 一定百分之百就救得回來 像這一株呢 我敢保證百分之百 一定救不回來 這看起來已經 連金布 更慘了 比2404號還要慘 2404號感覺還有一點點金 但是我說過 金布 只要剩下大概剩下一點點 根據我的經驗 救不回來的 沒有救活過 所以呢這一株呢 已經就是 看起來就是 直接陣亡了 連一點活性都沒有 好 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 如果各位有碰到相關的問題 就參考影片的教學來處理 即可感謝收看 再會